看一下这周岭的食品啊,跟以前是一样的,这个牛奶是11月18号到期,还有19天 然后这个鸡蛋是在November啊,11月12号到期,还有13天 然后这是角瓜,角瓜比上次的小一点啊,但是很新鲜 这个角瓜,然后还有这个胡萝卜,橙子 然后这个是,这个有的朋友说这叫冰山窝巨吧 他牌子写的是Males Choice,市长的选择啊,这个写着California,加利福尼亚州 对吧,然后还有这个香菜,还有这个香蕉,跟以前是一样的啊 这个香蕉,它的产地是,我看一下,转过来 它的产地是Aquador生产的 就是中美洲的小国家Aquador生产的 然后中间写的Diamonte,应该是西班牙语对吧 这个Quality是质量啊,这个Aquador,Aquador生产的 然后呢,还有下边这个是姜豆,对吧 这个姜豆跟以前是一样的 这边是Faron,法老牌,对吧 还有这个西红柿 还有这个柠檬啊,跟以前是一样的啊 记录一下,表示感谢啊 就是领的Gito的这个食品啊 就是对美国这边的慈善机构 表示感谢,同时记录一下这边 美国这边发食品的这个种类有什么变化啊 基本上现在是稳定的,包米没有了啊 前几次呢,都有包米 所以现在看牛奶和鸡蛋是必须有的 牛奶,鸡蛋,香菜每次都有 然后柠檬每次都有,对吧 这是美国这边,他们这个饮食习惯啊 这边是老墨,墨西哥人比较多,对吧 嗯,就是这样,好吧 这个是属于样品吧 这个西红柿大约可能是发了四五个啊 柠檬可能是两三个 然后这个,这个大的这个叫什么冰山萝却吧 两个,两个好像是啊 然后这个橙子可能是两三个 胡萝卜四五个那样啊 然后其他像鸡蛋和牛奶都是一个啊 好吧,表示感谢啊 然后也就是希望大家都注意防护 美国这边的朋友 好了,拜拜